朱瞻基,明朝有名的一代明君,治国有方,口碑极佳,可偏天有个劲爆传闻,他强占了自己的树婶婶,这事听起来简直像宫廷八卦,但却在史书中留下了模糊的痕迹,到底是污蔑,还是另有隐情,最近考古发现了一些关键证据,揭开了这个流传数百年的谜团,朱瞻基背后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最为录,记载了一条关于朱祁玉身世的劲爆记录,朱祁玉的母亲吴氏,本是朱瞻基二叔朱高绪的妾室,朱高绪造反的时候,朱瞻基欲驾亲征,轻而易举的就打败了朱高绪,随后,他一眼就看上了美貌的吴氏,可是吴氏毕竟是朱高绪的女人,是朱瞻基的树婶婶,朱瞻基把他那截后宫实在是太丢皇家脸面了,他的母亲张太后也不会答应的。 于是朱瞻基悄悄的把吴氏养在了宫外宦官臣服的家里,不时偷溜出宫和吴氏幽惠,吴氏就这样在臣服家里生下了朱瞻基的小儿子朱祁玉,直到宣德十年,朱瞻基病重之际,怕吴氏和朱祁玉母子在宫外无人照顾,这才把他们照进宫来。 朱瞻基在临终的病榻上抱着朱祁玉痛哭,并告诉了母亲张太后真相,请张太后给朱祁玉一个名分,于是吴氏才被封为贤妃,朱祁玉也才从一个见不得光的孩子,变成了大明朝的皇子,不久之后又被封为成王。 这个故事由于劲爆而又曲折,广为流传,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朱祁玉身世的真相,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?朱瞻基作为一代明军,真的强占树婶婶,我们细看史料,就会发现《最为录》里的这段记载,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,起义和正式记载相冲动。 明石禄明确记载,吴氏在宣德三年,也就是朱祁玉出生那年,被封为贤妃,按照《最为录》的说法,此时的吴贤妃母子还被朱瞻基藏在宫外呢?怎么可能被册封呢?既然正是封妃了,那肯定是进宫了。 明石禄是明朝官方史料,由明朝皇帝派信任的大臣编转,可信度按理说会比《最为录》这样的也是高,当然明石禄有为尊者会的嫌疑,可是明石, 明慧要,圣朝同史十一记等诸多史书里也都写吴贤妃是在宣德三年册封的,反而《最为录》说,吴贤妃一直带着朱祁玉住在宫外。 是孤正,这也同样可以说明,《最为录》的这段记载,可信度不高,其二,朱瞻基想要一个女人进宫,没必要藏头鹿尾的,我们退一万步说,倘若吴贤妃真是朱瞻基的树婶婶,那么朱瞻基有必要把她悄悄藏在宫外吗? 答案是,没有必要,宫里没有人管得了朱瞻基,包括她的母亲张太后,朱瞻基废除原配皇后胡善祥的时候,张太后并不同意,可张太后阻止不了,朱瞻基是一个非常贪玩的皇帝,喜爱都区区。 张太后对此意见很大,可是她也阻止不了,只能在朱瞻基去世之后把她的区区罐都砸了,所以纵使朱瞻基真想把树婶婶接进宫,张太后也管不了。 更别提,朱瞻基作为一个实权皇帝,如果觉得强占树婶婶有损皇家名声,她也可以给树婶婶伪造一个家世,压根犯不着把人养在宫外。 所以,最为录得这段记录,实在是经不起推敲,其三,朱瞻基缺儿子,如果朱瞻基像她的祖先朱元璋一样,有二十多个儿子,那有一两个养在宫外,她或许不会在意,但是朱瞻基极度缺儿子,她十九岁大婚,结果等了整整十年,都没有生出儿子来,她家里可真有一个皇位要继承啊,前朝后宫的目光都盯着她的妃子们呢? 等到她二十九岁那年,她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儿子朱瞻基镇,但是明朝的孩子不好养大,只有一个儿子,夭折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,所幸第二年,吴贤飞又为她生下了朱瞻基玉,从那之后,朱瞻基的后宫再也没有孩子出生了,她这一辈子就只有朱瞻基镇和朱瞻基玉这两个儿子,朱瞻基玉虽然不如长子朱瞻基镇那般重要,可对于朱瞻基而言,也意义重大,一来,朱瞻基不用担心, 万一朱瞻基镇夭折,她家的皇位又要后继无人了,二来,她终于可以按照祖宗家法,把她的兄弟们放出去就翻了,在朱瞻基玉出生之前,朱瞻基的兄弟们可都被留在京城,以防万一呢? 所以,朱瞻基玉也是朱瞻基的心肝宝贝,是皇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,朱瞻基绝不可能把她偷偷养在宫外的,一定得把她养在宫里,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,才能放心,在这种情况下,别说最为陆里,仅仅说吴贤飞是朱瞻基的树婶婶了,她就算是朱瞻基的亲婶婶,是朱高絮的正妻,只要她能为朱瞻基生儿子,朱瞻基也得把他们母子接进宫来精心照顾, 吴贤飞真是朱瞻基的树婶婶吗?既然朱瞻基玉不可能从小养在宫外,那么吴贤飞有没有可能真是朱瞻基的树婶婶呢? 毕竟朱瞻基欲驾亲征打败朱高絮是在宣德元年,而朱瞻基玉出生,吴贤飞风飞是在宣德三年,从时间上来说,吴贤飞如果一开始是朱高絮的妾室,后来被朱瞻基看上之后那进宫里,也是完全有可能的, 那么吴贤飞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呢? 不同的史料,居然还有不同的说法,明史是这么记载吴贤飞的,宣宗为太子时,选入宫,意思是吴贤飞是朱瞻基当太子的时候进宫的,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朱高絮, 这在明史提到吴贤飞父亲时得到验证,吴安,丹徒人,傅燕明,由女陆氏宣宗于东宫,升景帝,而明公臣席风底部,在提到吴贤飞的父亲的时候,则提到永乐是年八月,那位李仪士将女吴氏进妇内府,亲家给赏,这里的吴贤飞进宫时间成了朱地在位期间,哪一个是正确的呢? 考古学家给了我们答案,吴贤飞的墓志明已经被发现了,上面赫然写着飞升而晚静,以永乐是年八月二日,选招夜庭,十年十六,得是宣宗张皇帝于清宫,清宫指的是太子,也位太子居住在东宫,而东方属木,余色为清,这句话的意思是,吴贤飞于永乐十年,他十六岁那年就进宫了,或许是当宫女,或许是当女官, 而后朱瞻基当了太子之后,他成了朱瞻基的身边人,这就和明史吉明功臣席封底部的记载都对上了,只不过吴贤飞是在朱瞻基当上太子之后才调去东宫的,所以明史的编撰者误以为他是朱瞻基当太子的时候才进宫的, 不管怎么样,他在朱瞻基当太子期间就是朱瞻基的人了,而这期间朱高绪一直在封地没进过京城,他不可能和朱高绪有牵扯,朱瞻基后宫的妃子不少,但在朱瞻基的一生当中,只有三个女人为他生过孩子, 一个是他的原配皇后胡善祥,一个是他青梅竹马的初恋坚真爱,原本的孙贵妃,后来的孙皇后,还有一个就是吴贤妃了, 而从朱瞻基玉出生的时间,我们也可以发现还有意思的一个点,朱瞻基玉生于宣德三年八月,也就是说他大约是在宣德二年十月前后怀上的, 而朱瞻基镇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,也就是说朱瞻基那时候大约是因为挚爱的孙氏准备生孩子, 没法侍奉他,于是便宠幸了别的女人,而吴贤妃就是那个时候被他看上了, 而后怀上了朱瞻基的第二个儿子,而朱瞻基活着的时候,后宫只有五个有名分的后妃, 除了胡善祥和孙氏两任皇后之外,就只有吴贤妃和刘淑妃,和惠妃了, 刘淑妃与和惠妃在朱瞻基一登基之后就封妃了,应该是皇太孙十七的旧人, 而吴贤妃是生下朱瞻基玉之后被封妃的,是完完全全的母依子贵, 除此之外,朱瞻基还宠幸过大约十个左右女人, 但是他们在朱瞻基生前都没有任何名分,直到朱瞻基去世之后,他们被迫殉葬, 才被追封为妃,从这个角度来说,朱瞻基的第二任皇后孙氏恐怕没那么喜欢吴贤妃, 毕竟在他看来,吴贤妃是在他生孩子的时候趁虚而入,硬生生的抢来了一个名分, 还靠着儿子得到朱瞻基的颇多关注,都可以说是情敌了, 吴贤妃和孙皇后也果然一生都在纠缠, 朱瞻基去世之后,孙皇后的儿子朱瞻基镇当上了皇帝, 孙皇后成为了皇太后,谁知十多年后,朱瞻基镇闹出了土木宝之变, 吴贤妃的儿子朱瞻玉临危受命登基为帝, 而后朱瞻基镇强势的把吴贤妃也尊为了皇太后, 而在此之前,如果皇帝是述出的话, 那么皇帝的生母只有在嫡母去世之后才能被尊为皇太后, 嫡母在世的时候,生母只能当太妃, 强势如宋哲宗,差点追费祖母的皇后之位, 也没能把生母尊为太后, 可是朱瞻玉在率领明朝臣民打赢北京保卫战之后, 声望达到了顶峰, 他提出要把吴贤妃尊为皇太后, 没有人能反对, 从此以后, 明清时期皇帝的生母和嫡母并尊为两宫皇太后成为定律, 而被当作首开先例对象的孙太后, 对此一定一肚子气, 当时孙太后顾不上和吴贤妃偶记, 也为他的儿子朱瞻镇很快从瓦剌归来, 并被朱瞻玉囚禁在了南宫, 朱瞻玉在位的八年, 是吴贤妃最风光的八年, 也是孙太后最憋屈的八年, 可是等到朱祁玉病重, 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夺回皇位之后, 两人的境遇再次颠倒, 孙太后再次成为皇帝的生母, 备受尊崇, 吴贤妃则眼睁睁看着唯一的儿子死去, 他自己也被废太后尊号, 仍称薛妙贤妃, 他又在痛苦当中活了五年, 于天顺五年十二月去世, 享年六十六岁,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了, 你觉得是不是呢? 永乐十年的八月, 年仅十六岁的吴氏踏入皇宫, 这位来自单途的少女, 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与忐忑, 开启了他传奇的人生篇章, 在宫中, 他以其晚静的性格获得赏识, 被派往东宫侍奉当时的太子朱瞻基, 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, 也成为澄清他身世之谜的关键证据, 单独民间流传, 吴氏出身书香门第, 自幼饱读诗书, 精通琴棋书画, 他的父亲吴显是当地知名的儒学教师, 曾教导过不少学子, 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, 让吴氏在进宫前就具备了超越常人的见识与涵养。 举宫中旧臣回忆, 初入宫的吴氏虽年少, 却展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, 他谨言慎行, 勤学功规, 短短数月就熟悉了繁复的宫廷礼仪, 更难得的是, 他天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, 总能在适当的时机献上恰到好处的建议, 这种智慧远超级年龄, 在东宫服侍期间, 他不仅照料太子起居无微不至, 还经常与太子讨论诗词歌赋, 展现出过人的文学素养, 正是这种精神气质的香头, 让太子对他另眼相看, 宫中传闻, 在某个赏月夜, 太子与吴氏在御花园中偶遇, 两人相谈甚欢, 谈论诗词直至更深, 这段美谈在宫中广为流传, 也为他日后的际遇奠定了基础, 宣得二年深秋, 朱瞻基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第一个儿子朱祁镇, 这位由挚爱孙氏所生的皇子, 为朱瞻基解除了十年吴子的困扰, 不到一年, 吴氏又为皇帝带下次子朱祁玉, 两个儿子的匠生不仅稳固了朱瞻基的统治根基, 也让吴氏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他被封为贤妃, 姬身宣得帝后宫中仅有的五位正是封号妃子之列, 朱祁玉的匠生堪称神迹, 据宫中记载, 吴氏怀孕期间曾梦见金龙入怀, 醒来后面带祥光, 这个祥瑞之兆让宫中上下欢欣鼓舞, 皇子降生时恰逢春日晴和, 百花盛开, 被视为上天垂下, 朱瞻基闻讯亲临临产所在的景人公, 亲自为幼子取名其玉, 寓意祈求美玉般的品性, 为庆祝皇子诞生, 朱瞻基特意下令大赦天下, 减免部分赋税, 使百姓同享喜悦, 吴氏在养育幼子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才能, 他坚持亲自补育, 不假他人之手, 在儿子的教育上, 他也倾注了大量心血, 既请名师授课, 又亲自教导师叔礼, 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的后宫中并不多见, 显示出他对子女教育的独特见解, 朱瞻基驾崩后, 后宫格局再起波澜, 孙皇后因长在朱祁镇即位, 而独揽大权, 吴贤飞虽贵为皇帝生母, 却只能屈居其下, 谁料命运弄人, 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宝之变, 让朱祁镇深陷淋雨, 危急时刻, 吴贤飞的儿子朱祁玉临危受命, 登基为帝, 一招天子一招臣, 吴贤飞也随之被尊为太后, 与孙太后同列, 开创了明清两宫太后并存的先河, 这场权力更迭的背后, 实则暗藏汹涌暗流, 当时朝中大臣分为数派, 各怀心思, 有人支持立朱祁玉为帝, 认为这是挽救国家危难的唯一选择, 也有人担忧此举会影响到被俘皇帝的安危,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, 吴贤飞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, 他深知在这个街舞眼上, 任何角色都可能影响国家命运, 据史料记载, 他曾召集朝中重臣秘义, 详细询问边境局势和朝廷政务, 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洞察力, 为了稳定朝局, 他主动与孙太后和解, 两位太后同心协力, 共同维护朝廷稳定, 这种政治智慧, 让他在这场权力更迭中, 不仅保全了自身, 更为国家渡过难关, 做出了贡献, 朱祁玉在位八年, 是无贤飞人生的巅峰时期, 他不仅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, 更见证了儿子带领大明朝廷, 打赢北京保卫战的辉煌时刻, 而好景不长, 天顺元年朱祁镇夺门返朝, 重登大宝, 吴贤飞的命运随之跌入谷底, 不仅失去了太后尊号, 还要面对爱子的离世, 五年后, 这位饱经沧桑的女子, 在痛苦中走完了他66年的人生, 在他全世显赫的八年间, 吴贤飞展现出非凡的智力才能, 他多次就朝政提出建议, 特别关注民生问题, 据史料记载, 他曾多次劝说朱祁玉减免赴税, 振挤灾民, 在他的影响下, 朱祁玉在位期间, 大明王朝呈现出正通人和的景象, 然而权力更迭的无情, 让这一切化为泡影, 朱祁镇归来后, 虽然没有朱连吴贤飞, 但他的处境却美眶一下, 失去太后尊号的打击还在其次, 最让他心碎的是朱祁玉的悲惨命运, 据传,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, 他将自己关在宫中, 日夜平掉亡儿, 甚至拒绝进食, 最终郁郁而终, 他的结局, 不仅是个人悲剧, 更折射出了那个动荡时代的残酷现实, 也是最为路中那个被朱瞻鸡强占的树婶婶形象, 在历史考证面前不攻自破, 出土的穆志明清晰记载了无事16岁入宫的时间, 证实他在朱瞻鸡为太子时就已在其身边, 这段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, 他既不是朱高旭的妾室, 更不存在被强占的情节, 他只是一个凭借自身命运, 在大明王朝权力更迭中浮沉起落的宫廷女子, 考古学家在整理穆志明时发现, 其上的文字工整优美, 技术详实, 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吴贤飞的崇敬之情, 穆志明不仅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, 还特别提到他在位期间对文教事业的贡献, 他曾出资修建学堂, 资助寒门学子, 显示出他对教育的重视, 更值得注意的是, 穆志明中详细记载了他的家世背景, 完全推翻了野史中的不实之词, 这份珍贵的史料, 不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, 也为研究明代宫廷史提供了重要依据, 通过对比其他史料, 学者们发现吴贤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, 但绝非也始终描述的那般庸俗, 他的命运起伏, 恰恰印证了古人所言福获相依的深刻哲理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